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大家光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南海十三郎的故事 南海十三郎参与过的电影、演出和制作 分别有《寂寞的牺牲》1929年负责编剧 《女儿债》1936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万岳之夫》1937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百战余生》1937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公子歌儿》1937年负责编剧 《最后关头》1938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女儿乡》1939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一代名花花影恒》1940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夜道红烧》1940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赵子良》1940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花街神女》1941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天涯慈妇》1941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新女儿乡》1953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年涯慈妇》1972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赵子良》1942年负责编剧和导演 第二 跟大家分享一些南海十三郎的日事 这些日事都是取材于 南海十三郎的小兰佳杂基和抗桑太士帝 中央摘录出来的,而且是顺着时间序的 首先,1972年初,南海十三郎在南武小学读书期间 曾经因为得罪校长的朋友,放火烧校长的炆帐 当时南海十三郎都相当反叛 居然连校长的炆帐都这样烧 在1973年代,南海十三郎就名阳省港 逢有十三郎所编的粤剧,都会先主动刊登南海十三郎的大名 连到当时洪极一时的大老官薛角仙的名字 都要排在南海十三郎的后面 所以当时他的走洪真是很厉害 接着到1930年代的中期,洛角仙曾经亲临太史帝,等意搭借十三郎 洛角仙身穿南部长衫,其后有一群恶手跟随 并且由十三郎带入大厅品尝太史五蛇羹 用善后,洛角仙还亲自高歌一曲 这一曲是由十三郎所赞的首本名剧《深声类影》的主题曲《寒光吊雪》 在1934年春秋杂志的《寒春秋》 撰写了一篇影射江太史一家的小说 这部小说叫《春深太史帝》 江孔一查之后,发现原来十三郎将太史帝的丑闻 洩露给当时《华侨日报》副刊编辑杨大明知道 于是杨大明秘密告知了《寒春秋》 再经《寒春秋》,加盐加醋 写成了《春秋太史帝》的小说 后来江孔恩以中庸和江氏祖训 教训了十三郎一顿 在1935年十三郎因为拍摄电影《女儿债》 认识了女演员林雪莹 之后感情渐深 后来两个还订了分 林雪莹更加自豪自己是十三两 但很可惜最后因为两人性格不合 并没有成到亲 在1940年代 另外编剧《任户花》 编写了一个厌情粤剧《奴君》 而《任户花》的妻子也有演出 任时所编的厌情剧 而且还在剧中大挑香艳舞 露出大腿 十三郎看了之后发生 当众指释任户花 后来十三郎就向时任的 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云提出 禁止为这军队演出厌情剧 但当时的军队是由于汉谋主理 所以李氏也没有办法满足十三郎的要求 实则在早于1930年代 十三郎就已经跟《任户花》开始文斗 任时编《路吞十二城》 而十三郎就编《江林二十四桥》 之后任时再编《三十六迷宫》 而十三郎跟着他又再编《七十二同城》 实行文斗相当精彩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 和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粤剧《红铃》的朋友 同时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 我们这个阿N与阿Land 频道 好 拜拜 下条片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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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